社区单独讨论优缺点 不管是要发扬优点还是改善缺点 可能效果都有限 但若是好几个社区一起讨论 就能发掘出过去很多想不到的做法 与此乡小旗舰社区透过这样的课程 邀请乡内其他未加入的社区干部 能共同加入想法讨论 彼此交换想法促进社区进步 五个社区发展协会的干部 分别写出社区优缺点 然后在晋南大学讲师的主持下 一一报告讨论 讲到缺点的时候 社区干部都是明显无奈口气 但刘明昊讲师却认为 提出问题改善问题对社区是件好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因为在社区里头 能够真实面对自己的问题 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那如果说还能够再给他们什么建议的话 我希望这些社区能够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因为有时候通常想法是透过激荡出来的 虽然不能马上得到解决的办法 但大家互相讨论 加上讲师刘明昊也不时提供 一些社区资源上的建议 让所有参加的干部除了感到很有收获 也得到不一样的想法 检讨一下社区的几个危险的地方 或者是困难的地方 或者社区的有什么优点 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去解决这些困难 真的很不错 虽然我只有来上两堂课 但是受益良多 知道社区欠的是什么 老师给我们的是什么 真的很感谢他们 老师虽然很年轻 但是他们懂得真的比我们多很多 而且他们真的有在关心社区 优 优点 优质 怎么说很优质的地方 本来都没有去注意那么多 从来没有看到的 所以让危险的地方让我们会去注意 那优质的地方让我们继续维持下去 那这是我们后续可以持续再加强再努力的 那也希望在藉由我们这几堂课程之后 也对于我们与世间社区后续的一个发展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与之乡福利化社区小集间计划 三个参与的社区专程邀请其他社区干部 开办相关培训课程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寻找 也感受到县府推动社区小集间计划的用心与好处